由行政院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支持的 台湾能源数位转型产学技术联盟 首场新春联谊暨演讲交流会 112年3月21日在台北福华饭店举办 计划主持人许志毅教授 秘书长谢耀迁 南部召集人陈建芳等服务团队成员 热情接待与会的贵宾会员 首先进行的是交流会 针对如何增强联盟服务会员的价值提出说明 纵观台湾 2050精灵转型 除了需要政府前瞻政策引导 产学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普及应用 以及学术研发的创新与创业 转型过程中更需要链接各方厉害关系人 跨界跨域的对话 才能有效提出改善方案 许志毅教授进一步指出 过去台湾能源数位转型产学技术联盟 举办过一系列能源决策者演讲交流会 由工部门相关决策者与联盟伙伴 针对当前能源政策与静灵转型等重要议题 进行知识交流 理性对话与凝聚共识 创造产观学研 公司伙伴多营合作商机 实践联盟积极服务企业会员的使命 期盼能够达成能源精灵转型智库平台的价值 我们学术研发的创新 创新不够还要创业 现在很多是新的行业 刚刚讲NFT这种新的这种 Web3.0的产业现在都出现了 所以一定要三方结合才有方有可期 但是呢转型过程中 就需要链接这三大面的厉害关系 进行跨界跨域的对话沟通 相互交流 才能够针对问题提出有效的改进方案 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这个联盟 要做一些比较有差异化的 对会员的服务 就是我们直接办一系列的能源决策者 演讲交流会 邀请公部门的能源决策者 跟我们联盟的贵宾集会员来 针对清零转型重要议题 我们来做一个叫做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 多盈的一种合作关系 大家一起来开发这个市场 更高的一个价值 然后达到净零转型 交流会的重头戏 是联盟首次邀请政府相关部门首长 立临与会专题演讲 首场演讲邀请经济部能源局 邮政委局长 所以今天专题演讲不敢当 那是把我们目前在推动的一些事情 那可能实际上碰到的一些状况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我也看到了 大家有很多的意见回馈 那这个演讲的过程 就是说明的过程当中 可以代表会带一些 没有带到的我们在第二阶段的 互相的QA里面 大家可以来交换一些 我觉得看了各位提出来的一些建言 很多都值得我们相关部门的进一步的参考 就是这样的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徐老师组织这样的一个 产政学研的这样的一个比较 我觉得非常好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我们邮政委局长 能源局邮政委局长演讲主题是 能源转型驱动静灵永续竞争力 针对能源转型 在国家静灵政策下的重要地位 与前瞻发展 邮局长不藏私地提供最新消息 与国家发展静灵的战略与战术 热情地与在座贵宾会员分享 一个甲子的年纪在台湾 20到80岁有一个甲子的年纪的人 都在为我们的台湾能源的 进行转型而努力对不对 给自己出席这一场非常重要的 病人会议掌声鼓励一下 台湾能源数位转型产学技术联盟 贵宾会员新春联谊当日 时值农历春分 联盟特别请饭店准备养生佳肴 请来自台湾东南西北的能源 及数位产业的企业主 享受能源转型紧迫的关键时刻 能忙里偷闲 享受美好时光 邮局长更是特别提供个人名片 给每一位贵宾会员 全程参与这场交流会 今年还有三场交流会服务贵宾会员 台湾能源数位转型 产学技术联盟团队发放调查单 由贵宾会员勾选下一次受邀名单 期待邀请关键伙伴 与联盟建立强韧关系 共同打造台湾能源数位转型 优质生活圈 静平转型 能源先行 一起ы makra 全程参与 hops 继续 能源算是 chts分 穢 摩 继续 攀